这节台湾大小事 我们先来关注到这个火井意外 是发生在凌晨将近4点的时候 在台中市西屯区 有一处民宅旁是金船火井 那火势是猛烈的燃烧 造成路旁15辆机车是全部烧毁 那烧到只剩下股价 还有4辆的机车半毁 一辆汽车也遭受了波及 还有哪些大小事我们一起来关心 适合主播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路面上冒出汹汹火势 黑鹰也只穿天际 民众试图难免火气扑面 但为时已晚 火势已经延烧到一发不可收拾 剧烈火势烧要烧 也造成路旁的15辆机车全毁 烧到只剩股价 另外4辆机车半毁 一辆汽车也遭受波及 整起火灾就发生在台中市西团区 福盛路凌晨将近4点 附近民众听闻巨大声响 都吓了好大一跳 人员都没有受伤 另外就是建筑有部分的一些烧损 第二件事器画面可以看到 火势燃烧之前 还有名男子二度进入现场 以此纵火 究竟是不是人为纵火 还有待后续火调人员进一步调查 才可理清 以上最新主播 诚信上兵拿着啤酒罐边喝边自拍 但仔细看后方上头写着指挥关系 还有斗大的两个字呼啸 明显就是在营区内 传着迷彩服的上兵 公然在营区内喝酒 难道现在营区已经没有军纪了吗 而更离谱的是 自拍照片通通po上脸书粉丝页 诚信上兵不只露脸 甚至直接写下会在营区喝酒 就是因为正姓上市也在营区喝酒 其他长官还帮他掩盖 如果长官不做一些不公平的事 自己也不会这样po文 而这样的文章一出立刻引发网友议论 有人笑称就是看过最猛的踢爆文 有人代表各取上乡 要他一路好走 因为这些po出来无疑是玉石俱焚 败坏军纪 然后会给人家一种说 现在军人好像在里面都在喝酒玩乐 那这样人名作何感想 所以说觉得观感不太好 这就不可以饶恕了 如果他是因为他自己不想当兵 然后要去犯这种受误纪律 他是要害他会连累到他的长官 根据了解原来陈姓上兵 在关渡官职部担任志愿役 服役一年半不想继续当兵 想提出不适服退伍流程 但遭父亲阻挡拒绝 反而寄出挥灭性的杀手箭 军方证实陈姓上兵为了相被退伍 违反军中禁酒令 尽管调查他脸书控诉的正姓长官 并没有饮酒不法情绪 小兵为了想退伍乱出招 藐视军级挑衅长官再度毁坏过军形象 这位张妹子叶文林采访报导 社主播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名男子全身散发酒气 浑身是伤倒在地上 警方人员获报到床后 赶紧将他抬上担架送往医院进行咒识 临床三点多高雄市男子区的 这间吊虾场金船暴力冲突事件 五名男女在同一包厢内迎走欢畅 但途中有人提议要现行利息 这次与发起中一名男子不满 双方爆发激烈口角和肢体冲突 顾客在里面因为酒后发生争吵 两个互相打架之后 以罢了纠纷 两个人劝架的时候不胜受伤 目前总共现场总共五人 斗欧现场一片混乱 火爆冲突中连酒瓶都被拿来当攻击武器 结果造成多人全身和刺肢都遭碎玻璃割伤 整间吊虾场地上更可见许多惊悚的斜脚印 警方到场后先将流血民众索引治疗 事后已将厘清整气冲突的斗欧原因进行证办调查 一直到最新主播 三名光头男不约儿童穿上防护衣 戴口罩手套脸上还有防护面罩 脚底也套上鞋套全身上下都包紧紧 但仔细看他们手上都被靠上手铐 在隔离侦询区等待 原来这三名嫌犯明明有案在身 却跑到印尼雅加达躲藏 日前遭警方通弃 三人护照失效被遣返 但近期疫情升温防疫规格如临大敌 警方也不能松懈 本身也穿着了一个防护衣 以及嫌犯也穿着防护衣 在于检察官证讯后 并将他移送 专门收治由国外返国的一个隔离处所 同时间警方破获非法赌博网站 主嫌声称为了防疫还特地分去办公 你也不知道接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刑警一一查扣办公室内的电脑主机等证悟 嫌犯还变成不知情 原来36岁实信住嫌 在台北租商办大楼 不同部门分租不同办公室 推出虚拟货币减少外出接触 不法获利上亿元 当前疫情的期间 他们也仿造企业分散异地办公的方式 将集中式的管理来分散到各处 赌博网站也注重防疫 特地分去办公 即使如此还是遭警方一举破获 一个都别想逃 记者杨靖王百英台中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